好我们不要讲要多些开了 这一包340卡诶 不能接受这个零食我觉得 隔天会水肿 来 先让我试多一次 是零食要吃饱的够力 女生来了 那今天呢 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小桌子上 就有不一样的零食 所以我跟你说 今天这一集呢 一定要有吃货的代表钱 真的 我很久没有录这节目 录录那么开心 真的酸哦你 真的 对 然后当然少不了的是我们的营养食啦 Ready 好吧 我们先从 悬开始吧 跟大家分享你很喜欢吃的零食 哦 这个 什么来的 这是菜 我相信我之前应该都有吃过 这个超好吃的 它是韩国的奶油薯片 我们刚才要多先开了 我们先来 我们先吃一下 然后觉得这个怎么 有没有真的 开心耶 录自己 讲的这么好吃 你们好 来 嗯 哇 甜 真的那么鲜 很少会吃到有 Honey Butter的这个味道 而且 它奶油味很香 可是它的那个甜度的 蜜糖味 就是甜的那个甜味 是很香的蜜糖味 Ready 你喜欢 Ready 你喜欢吗 我其实这个吃过 我蛮喜欢的 可是我每次买零食的时候呢 我都不会一个人买 一个人吃完 哈 因为哈 因为哈 刚刚我看了 这一包 三百四十咖 我觉得我们不能聊天啊 我们不能好好聊天 真的 还有纸菜嘛 对不对 我们也是开下来吃 纸菜是很有带咸吗 因为都是放盐巴很多的 没有 而且重点是 它这个不会到太咸 因为有些纸菜 它会放很多盐 所以很不敬意 我觉得这个还好 这个纸菜 配白饭 我可以吃很多碗 这个是属于健康的 健康的你可以吃 可是问题是 吃不饱 就是你吃了过后 你没有感觉 是你这样吃饱的 够力哦 这个吃得饱 你有所肥 这个吃不饱 你有所肤饱 那你要怎样哦 那接下来呢 就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平常非常非常喜欢吃的零食 大家不懂 看得到没有这样 它是一个葡萄干 对 它就是Raising Raising是我平常 真的非常喜欢吃的零食 因为 就以前我们每天拍摄 减肥拍摄的时候 我又想要那种 嘴馋啊 想要吃点小吃的 我都会吃Raising 因为我觉得Raising的那个 营养的那个 它其实Value很高 对不对 对 它的抗氧化劑很高 这个的话 这一个零食我推荐 嗯 哈哈哈 这样子你们吃那个 我吃的 哈哈哈 对另外一个我也很喜欢吃的 这叫雪花酥的那个东西 雪花酥我觉得呢 大家可以试一下啦 其实它有原味跟巧克力的 然后这个是巧克力味道的 其实我觉得它 它是带甜多一点 然后还有almond walnut在里面 可是它好像有饼干 这其实是饼干啊 我说这个完全是home made的 对 如果你们要下蛋的话可以跟我讲啊 而且它很耐饱欸 你就可能是一两碗就可以的 真的 这个OK 不要多吃就OK了 其实它还是比较肥一点的 嗯对 因为它还是有饼干 就是比较精致淀粉 对 我们的零食大王 来到你开场了 因为呢我就怕你们就教我 就是吃起很不好的零食啊 首先我开场就来一个比较健康的零食 哇 草莓干还有一个冬菇干 哎呦 其实我家还有红枣干啊 羊角豆腐啊 那种水果干 但我最看的时候已经被我吃完了 哎 是这样子 我们先吃草莓干吧 老梅的其实很红了 红了很红了 因为其实草莓干在马来西亚说 已经是一段时间了 它不是个很腥的东西 它很脆 而且呢这种草莓干呢 就很适合说早上啊 泡在牛奶里面 或者是很多secret一起吃 来 怎样 我觉得有点太甜了 蛤 可是我吃到好像其实带酸 不一样吧 不一样 不一样 来 让我试多一次 来 来你试多一次 包给他 刚刚你说很甜吧 我们是这个香菇脆 它就是很好 就是很好 很好刷水 就是你看戏一下 就是看一看看 就可以 不知不觉吃很多了 它的口感真的很特别 很脆 这个健康嘛 其实 这个健康 其实水果干都是属于健康的 可是有一些水果干 它们会放盐啊 放糖啊 那种的话就最好减少 小吃 好吧 所以你介绍了健康的 我们来一些不健康的咯 不然怎么叫GM的零食 是哦 真的是 不要开玩笑 真的 周围 最二坦的来了 好来 这个呢 是一个中国的零食 它叫摩尔鱼爽 主要是一个素的毛肚 你们懂是毛肚是什么吗 是火锅的人知道的 我知道 就是那个有红果 一粒粒在那边 但这个呢 它是素的 是用蒟蒻去做的 因为我们的Rini也是吃素的 所以它可以吃这一款 可以 好我们赶紧先开 它的口味是 你闻一下味道 就是麻辣火锅的味道哦 我不能接受这个零食 我觉得 来我吃一口先啊 好 它里面是个这样子的 样子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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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才可以找到 你试一下 我不要 我不要 好 我试我试我 你们试一下 你们吃一个一个就好 这个是酸辣的 如果我买的是麻辣口味的 它会很麻 你不要闻你吃 它很好吃 各位 这个是什么 它是那个 摩鱼 摩鱼 OK 我想讲一个摩鱼 之前我一个朋友要减肥 他就想要 把 就是找一些比较零卡的食物 他就说这个摩鱼也零卡 就是能够吃 然后他就会忘记 里面那个油是这么多 其实它有点像Jelly 它的味道 对 它就是比较QQ的口感 你们不要浪费 很难找 还有我要轻嘴说 由于我在厦门大学住了一段时间 所以就很爱这种东西了 它是辣椒 它主要是面制品来的 所以其实这种也算不健康吗 不健康 当然不健康 而且它非常动口味 可以 来 你可以闻闻看 是一口粉药的吗 它就是一个非常动口味 嫌弃 它很好吃 它就是一个 真的啦 我可以吃一口 它是很重口味的一个香料 和麻辣的东西 真的是很小一口 不要不要买OK 这个 很好吃 太不健康了 这种东西 其实这个OK 可是我觉得它有点太油 然后有点辣 然后 它又不是正宗的肉这样子 没有 OK 我就讲 可以啦 我可以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下一个 就是Rainy的零食 好不好 因为它零食很特别 所以我们要请另外一种方式出来 好不好 Rainy的零食 叮叮 哇 生过来的 真的 我记得我们比赛的时候呢 我就是带着一个Double wear 然后全部都是切了的苹果 对 因为我觉得水果呢 你怎么吃都不会胖的 那么可是水果呢 它的卡鲁里是很低 而且它纤维很高 它会给饱足感 好 帮大家看一下这个 然后苹果很容易黄 对不对 是 放盐对不对 放盐的话 你就会吃了 过后肯定会水肿哦 哎呦 这样我不对啊 哎呦 这样我不对 这的话呢要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放柠檬汁 柠檬水 这个我是真的不懂 这个我也真的不懂 我一直以为要放盐 放盐可以 放柠檬水也可以 这样的话就能够保持它新鲜的 所以你要减肥的话 其中一个方式 就是在你每一餐之前 你吃水果 或吃一个小萝卜 然后或者是 你不要吃萝卜的话 可以你喝一杯水 先喝 喝到饱 就是喝500ml的水 之后你才吃你那一餐 你就会发觉 你就会吃少一些 其实我觉得到最后 饮食一定要均衡啦 对不对 Renee 就是久久一次 你可以让你自己 甚至是一天一次 就是一点点 一两口 或者是一个星期吃一次 这样子 那么不要 不要就是忍住 委屈这个 你想要吃的话 吃一点一点 满足自己就可以了 嗯 所以呢 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开箱 我们自己喜欢的零食 然后给大家推荐了 所以呢 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多多去买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喜欢吃的呦 所以谢谢大家今天守着我们这一期的零食开箱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